兩位年輕男子剛看完市足球賽 一派輕鬆從酒吧裡走出來 不知道警方就在外頭等著他們 原本只是因為男子微微停車 要求盤查 但沒想到竟然被嗆瞎 男子要警方拿出搜索票 還當場扣澳律師 男子不配合盤查 還和朋友互推鑰匙不在身上 氣得警方找來拖掉車 乾脆先把車子拖到管理場 再請車主拿鑰匙來開門 男子母親接到警方通知到了現場 沒想到兒子和朋友居然在車上吸毒 警方從副駕駛座上 搜出一包K他命還有吸食工具 讓疼愛兒子的母親也傻眼 買了百萬兵試車給兒子代步 沒想到他把車子拿來做壞事 當媽媽的愛子心切無可厚非 但看到兒子走上歪路 除了難過也只能配合 讓警方把兒子依法送辦 知者賴冠章 台南報導 そう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